最近有一件事情被大家忽略了 这是想象挺好笑也挺大快人心的 事情发生在国庆节前 9月29日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 播出一则重大新闻 美国正在调查上万名中国申请者 曾提交的虚假政治避难申请 这些人很可能会被全部遣返回国 据报道被美国移民局所定的人数 以超过13500多人其中以中国籍申请者为主 这起事件其实是2012年美国一个 大型移民造假案的后续 当年 美国联邦调查局利用监听和偷拍的方式 打掉了一个专门为中国人移民美国 伪造虚假申请材料的产业链 这些虚假的申请材料是由美国一些移民律师编造 内容多是杜撰的在国内受到不公或迫害为主 2012年 正值奥巴马时任美国总统 为了培养和扶植反华势力 美国政府并没有追究这群造假律师和难民的责任 2017年 特朗普上台后开始整治非法移民 于是 这一案件就被翻出来了 结果越查越多 现在人数达到上万人 并且很可能会将这些人统统遣返回中国 说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主要是因为当初这群人为了向美国表忠心 不惜将脏水泼向自己的国家 经常上网的朋友应该知道 2012年左右 网络上的博客 论坛上等充斥着大量美化外国 抹黑我们国家的虚假文章和段子 这些文章和段子的背后 正是美国有组织有预谋的行为 而我们国内那些公知 经美分子积极充当了排头兵的角色 这群人即使移民到美国 下场也是被榨干最后一点利用价值后 等待他们的只有被扫地出门 就算勉强留下来了也是二等公民 值得警惕的是我们要防止美国利用遣返难民 乐借口网中国派出间谍 前不久美国可是一边无端指责中国搞间谍威胁 一边叫嚣要大量向海外派出间谍 9月12日 美国联邦调查局高调炒作中国搞间谍活动 还宣称与俄罗斯相比 中国才是FBI反间谍工作的首要目标 9月24日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在演讲中表示 为应对中俄等大国的威胁 中情局将增加驻海外人员的数量 明确表示将招募更多会讲中文 阿拉伯语 土耳其语 法语的人为其服务 这就是美国人的嘴脸 美国可以向世界任何国家派出间谍 也有权利这么做 别国不可以这么做 更不能向我美国派间谍 这不就是美国人一直玩的双标吗 而且玩得非常溜 所以 一旦这群难民真的被你返回国 我们要提高警惕才行 而那些失去中国国籍的人 一旦回来 我们肯定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处理 相信大多数国人都不会接纳他们 说起来 这群人也挺悲惨的 当初为了追求自己的美国梦而不择手段 这当中可能有些人并非故意诋毁自己的国家 但不管怎样这群人的行为 已被亡我至今不死的美国人利用起来 在国际上大肆默黑我们中国 大家都知道 西方可是唱了多年的中国崩溃论 这么多年过去 最先崩溃的 是确实西方极力默黑我们的这些论调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 我们不解没崩溃 而且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全球大多数国家开始加入一带一路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眼瞅着阻挡不了中国的父亲崛起 这些被美国扶植起来充当反华前锋的难民 还有什么利用价值 难道还想在美国呼吸香甜空气 享受社会福利 高喊人权自由 那是白日做梦 所以被赶走也就是理所当然了 须知背叛祖国的人没有一个好下场 在哪里都没有生存之地 当初为美国出过例 为美国纳过喊 甚至为美国出生若死 誓死效忠 到头来的结果就是被美国人无情地扫地出门了 这就是叛徒的下场 ac正中文字幕迟出了 对亏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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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